评说评论评说春秋 我们接着说镇国 为什么太子湖找女朋友跟失去国位有关系呢 我们不能说太子湖找错了对象 只能说他没有找对对象 因此在关键的时候 他没有大山可以依靠 最后他国军的位置被兄弟抢走了 自己被迫逃亡 从这个问题上看 太子湖虽然很能干 但是他没有继承郑庄公的谋略与娇下 没有早早的防卫他的弟弟 从这个史料上看 太子湖像是一个有能力 有个性 有原则的人 但政治上 有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个性和原则 说他能干的 我们也是有势力的 在公元前706年 北方的野蛮民族北戎 到七国找麻烦 来头很大 七国呢 看样子不好对付 就派使者向各国求援 其中的就向郑国求援 郑国也不含糊 派太子湖呢 率领军队到七国去救援七国 当时七国的国君是七喜公 七喜公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啊 很喜欢太子湖 或者呢就是想和逐渐强大的郑国拉关系 反正呢 最后七喜公是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呢 嫁给太子湖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对吧 齐国是个大国 是个强国 是将来可以依靠的靠山 有政治盘算的人呢 都会认真考虑 但太子湖啊 郑国的这个太子湖呢 他不领情 不仅不领情 还说出了一句成语 一直流传到今天 叫齐大飞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齐国呢 是一个大国 郑国是个小国 门不当户不对 我不敢高盘 太子湖不同意 这七喜公呢 也就作罢 但是讨伐北戎 这个战争取胜以后呢 齐喜公呢 觉得你这个郑国有功劳了 我现在要感谢你 又提出了联姻之事 非常执着的要把女儿呢 再次提出 要把女儿嫁给太子湖 但这一次呢 太子湖又拒绝了 那这次理由呢 不能说是齐大飞游 他找了另外一个理由 他说我到齐国呢 是为了讨伐北戎 虽然打了点胜仗啊 有了点功劳 但有了点功劳 就娶人家的女儿呢 容易被认为是占别人的便宜 不是君子所为 拒绝了 总之呢 他是要找理由拒绝的 那当时呢 太子湖身边 有一个老谋深算的大臣 叫宅仲 宅仲呢 是有眼光的 他看齐喜公呢 不断的要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太子湖 就劝太子湖呢 答应这门情事 为什么呢 他说呢 我们的国君呢 也就是您的父亲呢 他有很多宠妾 妾娇 子就贵 他你虽然是太子 但如果你不能得到大国的援助 将来呢 不容易继位 就是继位了 也很可能被拿下 过去继位 你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 现在 周天子不行了 那你要继位呢 就要得到大的驻乎国的支持和承认 要不然呢 你就是继位了 地位也不牢固 郑国不是就您一个太子 还有两位公子呢 也很能干 也很有势力 他们都可以成为国君 所以这个事呢 你要想清楚 但是太子的主意很正 他就是不娶七国的国女 用我们今天美好的想法看 是太子湖呢 已经有了妇人 那时呢 他在周天子那里做人质的时候 从陈国那里娶的陈国国女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一个太子身边 一个国君身边 有几个夫人呢 他也不是越轨的事 也不是奇怪的事 太子湖拒绝其喜功的好意 曾经也被人称赞过 我们甚至可以穿越的说 太子湖呢 你看多忠于自己的爱情 忠贞于自己的爱情 但正如载众所说的 没有七国这样大国的支持 你的位置呢 的确难保 也许是他不够老了 但是呢 这个事呢 有的时候你还得从两面说 七喜功让他娶的这个女儿呢 很漂亮 但这个漂亮的奇女呢 就是后来在七鲁两国惹事的庄将 他嫁给了鲁桓公 但是呢 还以自己的哥哥七湖公呢 赐通玩兄弟兄妹恋 那从这个以上讲的 太子湖的拒绝 好像呢 又是正确的 不然呢 被七湖公戴绿帽子的 甚至被杀的 可能不是鲁桓公 而是他了 所以历史呢 有的时候 真的让人琢磨不透 但是别人琢磨不透 这个宅众呢 算是把这个郑国的前景给看透了 他已经发现 他已经看出 这个郑国除了太子湖以外 他的弟弟公子突 公子伟 都是郭军的有力争夺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母亲的娘家很厉害 而太子湖的母亲的娘家呢 却不行 太子湖的母亲呢 是邓国的美女 邓国呢 在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的邓州 邓县 邓国呢 是一个小国 他和周天子的关系呢 非常疏远 这样说的目的是说 太子湖的旧家势力不大 而且呢 距离郑国有些遥远 所以虽然太子湖被立为太子 但缺乏牢靠的靠山 宰众的分析呢 非常正确 也很有见识 那后来呢 太子湖也就是由于没有靠山 而吃了苦头栽了跟头 但太子湖呢 就是有个性 就是不愿意和齐国借亲 去欺喜宫的女儿 执着的有些可爱 也有些傻 政治上的 你玩正直多少呢 有些不合时宜 郑庄公除了这个邓国的美女以外呢 还娶了宋国贵族雍氏家的女子 这个宋国贵族雍氏家的女子呢 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突啊 因为庸氏女子很受郑庄公的宠爱 所以公子突呢 也是受庄公的喜爱的一个孩子 公子突也是个很能干的人啊 如葛之战 打败周王舍的军队 他的战术呢 就是公子突提出来的 他的旧家相对于邓国来说 国大 绝尊 又是郑国的邻国 山水相连 因此 虽然公子突没有被立为太子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做上国君 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 没有多少人呢 在遵守大宗小宗的规矩 没有人那么执着的信仰周公的 敌长子继承这一套了 只要是公子啊 都可以做国君 不让做我就想办法 实在不行 就杀人 于是当国君呢 就必须增加一种能力 就是防范被废被杀的能力 太子户在这方面呢 好像是有欠缺的 公元前701年 郑庄公在继位43年的时候 实施了 郑庄公生前 让自己从心的大臣载众来辅佐太子 太子户呢 在郑庄公实施以后 就被立为国君 这就是以后的郑昭公